今年是《狗浴宝》中四月十十年为性别变定狗浴族的头一年 有着好减和多人都在当中无感触的性别气质 好为股中基盘兰鲁最后交换卧档 卧档中还有演唱纪念 入英籍的歌曲《玫瑰少年》 但向真性别变定的蔡庆石蔡大丁丁 希望改变大家对性别传统的英雄 这一个活动它是持续一整周的 那从四月十七号开始是我们的开幕活动 那分别有演唱两种不同版本的《升起白马》 那接下来的两天分别是我们的性别的展览 我们有针对于性别平权做了它的整个演变的海报展示 还有我们的叶勇志事件的特展 那接下来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专题的演讲 四月二十号是叶勇志过往的日子 教育部也跟这一天定位性别变定教育力 好为股中也特别在这一天进行 男朋友 女朋友 借货交完的活动 希望就处给客人尊重无感性别气这个人 就是因为今天是那个世界平等日嘛 所以我们就要换个装响应一下 呼吁就是性别平等 然后不要有那些刻板印象 就是今天是性别平等教育日嘛 然后就是让可以让一些平时没办法 穿着那个裙子的男生可以就是穿达性别平等 今天是我们制服就是那个交还日 男同学就是会穿起女同学的制服 然后我们有一些女同学也会穿起男生服 那就是要让孩子透过这个服装 尊重我们不同的性别 甚至我们更发展到说 每一个人的外表或许看起来是生理上的男性或女性 可是事实上有一些人呢 他内心里面可能是女性的心理或男性的心理 不管自己是谁或对方是谁 我都希望孩子们能够认识自己 那肯定自己的生命 然后也可以对别人不同的生理或心理的性别 都能够予以尊重 这天学生会也照着让学生到处不一样 是自己的裁刀 来传达出所有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围地 透过在4月20号的这一天 透过采航绽放的这个活动 让大家了解到就是其实性别气质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 而是一个光谱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希望教教华东 大家可以尊重不像性别气质的人 让叶永志这款换数不要再发现了 记者赦一声 彩虹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